这是近十年来中国足球最令人振奋的时刻 铿锵玫瑰 逆风战法 时隔十六载再次登顶亚洲之巅 如果奇迹有严肃 那一定是中国火 当海参队在大年初一用一笔三书越南这个毫无底线的战绩给全国人民代年时 女足姑娘们则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足球 2022年大年初六 女足亚洲杯决赛正式打响 中国女足和韩国女足成功会是巅峰之夜 在此之前 中国女足曾八次问顶亚洲之巅 但最近一次却是在遥远的十六年前 韩国女足尽管是首次闯进亚洲杯决赛 但近些年她们进步神速 世界排名更是力压中国队 因此今晚注定是一场艰苦的熬战 比赛开始后 中国队率先进入状态 第九分钟 中国队右边路发动精妙配合 皮球被扫到禁区前点 庞加利巧妙一漏 后点跟上的王霜直接一脚扫射 但这球明显力量不足 被金正美稳稳摘下 受伤并影响 本场比赛王霜状态不佳 这也导致中国队以王霜为核心的打法 没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反观韩国队这边则是逐渐找到了状态 第26分钟 金慧力与孙花娟上演二过一配合后 送出致命直塞 李金文插上得球后 横扫门前 崔有力门前一脚抽射破门 1比0 韩国队率先打破僵局 这球韩国队的反击非常迅速 中国队的回防速度慢了一拍 韩国队顺利完成梦幻连线 仅仅三分钟后 韩国队在密凉机 急得扑就 避免了中国队在短时间内再次丢球 然而好景不长 上半场最后一分钟 中国队再遭打击 韩国队进去边缘发动进攻 崔秀丽突然一个挑球 皮球恰好打在了防守的姚凌威手上 主裁第一时间并没有看清 随后在VAR的介入后 主裁判罚了韩国队点球 随后持孝然推射球门左下角 尽管朱玉猜对了方向 但还是无力回天 0比2 中国女足来到了悬崖边上 纵观上半时 韩国队的李经文 崔佑丽与孙花娟的三人组 进攻端火力十足 让女足姑娘的后防线非常势紧 下半时能否切断这几人的中前场连线 成为中国女足能否绝境翻盘的关键所在 下半场一边在战 水指导开始调兵前将 用肖玉仪和张瑞换下楼家会和吴成书 加强进攻火力的同时 更像一个狩猎者一样伺机而动 等待对方露出破绽 第53分钟 张兴右边路接队友传球 一记漂亮的穿当过人后成功突入禁区 可惜临门一脚偏出球门 随后唐佳丽在中路连续摆脱防守 在湖顶的射门没能打出力量 皮球再次偏出球门 下半场刚开始 中国队虽在场上占据主动 但距离进球还差一步 比赛第59分钟 水指导大手一挥 用小将张灵晏换下王霜 意图很明显 不成功变成人 果不其然 效果立竿见影 场上开始风云突变 中国队正式吹响反攻的号角 第66分钟 刚刚上场的张灵晏 禁区边缘内切后船中 皮球正好打在韩国队 防守队员的手上 中国队获得一个点球 随后唐佳丽操刀阻拔 冷静推射 稳稳命中 一比二 中国队成功帮回一场 铿锵玫瑰迎来曙光 这一进球成功激活了 女族姑娘们的斗志 仅仅三分钟后 中国队后场精准长传 找到了前场的唐佳丽 唐佳丽单刀附会 面对两名防守球员 完成人球分过 在底线位置顺利将球传中 替补骑兵张灵晏高高跃起 投球破门 二比二 中国队将比分扳停 胜利的天平再次回到平衡点 五分钟时间连进两球 场上女族姑娘们士气大振 在随后一段时间里 多次对韩国人的防区 进行狂风乱炸 但临门一脚 总是差之好理 很快比赛来到商庭鼓时阶段 两队也迎来终极大决战 韩国队禁区前沿拉开空间后 将皮球掉向禁区 摇尾一垫 皮球落在孙花娟面前 后者一脚大力抽射 被朱玉神勇扑出 韩国队员跟上又是一脚补射 被王小雪用身体挡出 这一波 中国的两次防守绝对是世界级别的 连续的进攻未果 让韩国队的士气大打折扣 第九十三分钟 全场比赛迎来了最高潮 中国队后场完成抢断 张卫带球杀到前场 皮球经过一连串的梦幻传递后 王珊珊背身做球 送出手术刀直塞 萧玉仪高速插上 一箭封喉 上演了惊天大逆转 风雨彩虹 铿枪玫瑰 中国女足再一次登顶亚洲之巅 女足姑娘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足